好那在台灣這邊 台府台府的 不台府啊 天氣節手有台版的FB 今天有宣佈說 呃官方 的網頁 網站 已經正式上線了 但是我怎麼記得之前就已經有有開 那個網站出來過 可是還是那個不算啊 那可能不算了 然後這次的官方就會有做一些 呃 一些東西這樣子 最新情報故事起源 呃 諸如此類的 往下滑可以看到之前的一些新聞這樣子 呃大概是這樣故事起源啊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款遊戲到底在幹嘛 以年輕人來說齁一定不知道這款遊戲是什麼的 然後有人物介紹啊 諸如此類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去看嗎 應該也不用看 你們應該也知道 你們都知道這些東西了 OK 好然後選單給 選單下面啊有出現兩個 天氣節手有 Google Play跟 App Store 康明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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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今天有公佈 6月16號 6月16號 那再來就是天氣節這邊 我為什麼覺得也快了是因為齁你看喔 IH這邊應該是今天才創的啦 動畫及RPG 即將登場 即將 即將這個兩個字齁 即將 就是 快了 快到了 快去了 不是我說 某某東西快要去了 快要到了 快要開放 那這個東西可以玩的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 我覺得6月是不可能的 那 依照 一個 一個 手遊遊戲呢 應該會有封測跟公測 齁 在正式開服 那 基本上呢 封測會先嘛 封測會先 邀請 什麼菁英測試 什麼啊 之類的 可能會 號召兩個禮拜 然後 就是 事前登入 看你會不會抽到封測 那 看我的觀眾朋友們應該也不用去抽這種東西啦 如果你有玩 網路 二版的話 你應該也不用抽這種東西了 OK 所以已經快出來了 對快出來了 快去了 快出來了 OK 我們等多久了呢 從去年開始吧 去年大概 10月還9月 忘記了 我也是很忘了 去年嗎 台版的消息不知道什麼時候公佈了 有點不確定 反正 半年多已經有了啦 好 那基本上應該是快 應該是快要了 我猜一個7、8月應該是很有可能的吧 不過8月我可能沒空 OK啦 大概就這樣子 那雖然我大師已經在路板玩過一陣子了 但台服 會去玩啦 那就POL上張圖片 D&D結 上個大字 這樣子 好 這是IG目前的 的 消息是這樣 也沒什麼消息啦 那官方就是 一樣 老規矩就是 最新情報 就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在之前 你有追 那個台版的FB的話 這些東西你們應該都知道 或是有看大師的頻道 應該都知道這些訊息了 那這些訊息 其實 也不是 呃 都跟大家期待的東西 不符啦 大家期待的都是 趕快開服 什麼時候可以開服 這樣子 好 那 那 我也的好處 大家都可以 就是 用Google Play 就是用Google帳號就可以遊玩了啦 就是 或是你有 用iOS 等於用App Store 都會比較方便可以遊玩這樣子 然後有官方的頻道啊 官方的頻道 這個頻道其實很久之前就有創了啦 在 8個月前 對8個月前 也就是說我們等8個月了 我們在8個月前 天地捷官方的頻道 就已經有 開了一個 YouTube了 然後 我們等到現在8個月 可能還要 可能真的要快要等到1年才會 正式公測 欸真的 真的 真的差不多等了1年了 我們從他之前最早的影片 我很確定齁 這次影片出來的時候是 台服公告 新聞稿發出來的時候 所以是8個月了 很空啊 8個月了 然後你看如果在等7 8月 7月上市 8月公測的話 要10個月了 所以說我們等了10個月了 我們還真有耐性啦 我們只輸明日方舟一點點 就快要1年了 還是湊個1年好了 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就是 讓大家知道最新的消息 大概就是這樣子 應該快了 真的耐一下 真的耐一下 差不多可能跟疫苗到達 到達的時間差不多喔 8月底 欸有可能喔 疫苗來了 各位可以打疫苗了 我們可以玩TNT就手遊了 YA YA 開心 YA 我們一起期待 台服開吧 是明年方舟 不好意思 明年方舟 好啦 那 就是情報大概就這樣子啦 希望大家對這款遊戲 有興趣的人 到時候可以再持續 follow他們的 FB IG或者是 大師的頻道 FB或是IG 喔不會 我IG在PO一些廢文啊 YA 8月底 有疫苗可以打 又可以玩天地解鎖 太棒了 讚啦 好啦就這樣子 再拒絕 就這樣子 好